兄弟们 上期视频咱们不是被小僵尸围殴了吗 这一次我不会再怕 看到这啥吗 弓箭 给小僵尸一个打笔斗 直接让他去玩重生问题 然而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事关生死 看到这些指标咩 跟我接下来要说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说我饿了 走吧 前面有一个小镇 咱们直接过去偷 哦不 咱们直接过去那儿去 我不信连口水都没的 我现在是饥寒交迫 又饿又渴 作为一名生存大师 我用第六感感应到了食物 就在这里 啊 要不要这么打脸啊 世俗总要 男人无拘无为 做人做事 总是从中面对 天无决定之路 在辣椰袋里面翻出来一颗南瓜 太巴士了 直接吃完 两天不饿 哪来吧你 味道还不错嘛 兄弟们 不是说好的真实的物理野情吗 玩个游戏还有一切也十五为标准吗 不想玩了兄弟们 兄弟们 前面有一个地堡 我准备去地堡吃一波地堡 我就不信这么大一个地堡里面没有吃的 有武器 不要慌 算了 咱们还是改天再来吧 好 敲蜜蜜的摸过来 啊 我跟你很怂嘛 快跑吧兄弟们 我还没有拿出来武器 这个时候一般人肯定是不敢回头的 但是我是神经般的 直接转身 上次的奔跑速度为每秒五米 高度为1.7米 扑过来的时候是1.34米 只要我们沉住气在它扑过来的一瞬间 视角往下偏0.36米就可以完成反射 小插曲啊兄弟们 我已经来到了地堡上方 等高达走了 咱们就钻进去 没有猜错的话 门口应该是没有上司的 是爷们就裹断一点 直接进 哇 后面机枪扫射 我都不带从的 是男人就进地堡拿地堡 开门啊 让我进去 没事 问题不大 也就是从头开始而已 为什么会是下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